大家好,今天分享一道酸菜鱼 鱼片鲜嫩Q彈,汤汁鲜美 开尾鱼下饭,一起来看看我怎么做的 做酸菜鱼最好有草鱼 肉汁更鲜嫩,而且鱼刺更爽 也稳不片开 片去鱼刺 将鱼头鱼刺鱼骨粘成块 将鱼肉从尾部斜刀圈成片 切好的鱼肉放入盆中 加适量的啤酒 抓匀去除血水和鲜味 这样做的鱼肉更香更滑嫩 然后加适量的清水清洗干净 多清洗几遍 洗干净的鱼片浆制一下,加适量的盐增加底味 适量的胡椒粉去腥 然后打入一个蛋清,使鱼片更弄滑 用手抓匀 抓匀后朝着一个方向,搅至上进 搅至鱼片粘手起胶 搅至鱼片粘手起胶 然后加适量的酥粉抓匀 锁住鱼片的水分 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适量的酸菜,根部片一下 叶子切碎 准备适量的泡椒,切成片 适量的泡椒,切成片 生姜切成片 适量的野菜椒切碎 锅烧热不要加油,把酸菜炒一下 小酸菜炒干几分,这样吃起来更爽脆 炒好盛出备用 炒好盛出备用 锅烧热加适量的油 然后向鱼骨煎一下 将鱼骨煎至两分金黄,这样煮出来的泡菜白 煎好,倒出备用 炒好盛出备用的油烧热 油热后下入小料炒香 炒香后倒入酸菜 牛骨 翻炒几下 然后加入适量的开水 想要鱼汤白,必须加开水 然后大火把汤煮白 然后加适量的猪油,这样烧出来更香 汤煮白后开始调味 加入盐 鸡精 适量的胡椒粉去腥 少许的白醋增加酸味 然后再过两分钟 煮好了,捞出 放入盆中垫底 然后改为小火 依次下入鱼片 鱼片放完后静置10秒钟 防止淘姜 然后改为大火 用勺子轻微推动,让鱼片受热更均匀 烧开后煮至30秒 煮至鱼片蒜白即可 煮好捞出 放入盆中 然后倒入汤汁 撒上葱花 破椒 然后浇上肉油,激发出料子的香味 美味的酸菜鱼做好了 可以喝汤的酸菜鱼 肉片鲜香滑嫩 好吃又解馋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一下